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麼呢 就是老人家新的檢查或者看醫生的問題 當然 無論是老人家還是年輕也好 如果自己在香港有沒有醫療保險 或是國地有沒有醫療保險 我們一定是建議在香港找醫生看 然後直接check up 但今天我分享的事情跟保險無關 都給大家知道 施政報告說了 其實我們會有一些明鏈抗治大灣區五家醫療機構 我不是叫香港人不得回大陸看醫生 我相信也未必有很多人這樣做 但是的確很多老人家 今天七八十歲的人 甚至乎一些福建計劃 廣東計劃 類似的老人家 其實是在那邊退休的 我們也認識很多這些人 其實翌日他們就不用特意趕回香港醫生 而在大陸就會有香港醫生 大家知道 盧總統之前港大醫院其實在國內有 科大也可能接著會有 很多香港的醫療機構 其實根本已經在國內開醫 所以他們就不用上上下下 用醫療券也會是保障範圍 醫療券一年就可能2000 可能3000 一個價錢 兩公共通用之類 在香港和國內看的價錢 配護眼鏡也有不同價錢 看醫生也有不同價錢 可能某些個案子在國內的醫療券會比較耐用 看多幾次醫生的 如果那個客人或朋友本身在國內生活的 其實可能這個計劃是接下來會最幫助 住在上面的那些朋友 那就不用上上下下 躺來躺去 我相信這個是大家要留意的 因為我見到多少人是上上下下看醫生的 當然我也不關醫療質素的事 大部分是家庭醫生的問題 甚至乎很多老友記 腳本身是 走得差一點 如果在國內可以安排到 其實是對於他們來說是很方便 也不用公立醫院一等 等到幾個小時才有醫生看 再等藥 又等兩個小時 對香港的朋友都好了 因為相信國內醫院的朋友都去了國內 香港的隊伍就短了 香港的醫生也會快了 如果在國內退休了的老友記 或者是老人家 在上面看 有些人在香港看 那你說我擔心 看回國內的那間香港醫院 我想這樣的質素是大家接受到的 如果你說我完全國內OK 那就國內的國內醫院 也可以嘛 至少少了奔波奴隸的問題 我相信接下來 這個是一個大趨勢 甚至乎如果你有看其他新聞 師傅說 我最欣賞的是安勞院在大陸 香港最難的問題就是沒有地 找到地都難了 我老實說失歸 香港沒有地的老人家一定是住得辛苦的啦 那你說老人家會不會有很大的 經濟增值呢 這個就堅行堅治啦 但是如果在國內有安勞院可以讓他們住到 而大家 用回香港的管理 管理得舒適的話 我相信 日後很多老人家都會在國內的安勞院退休 如果政府有資助的話 因為沒有資助 其實國內的安勞院都不便宜 香港資助藏位可能9000元一個政府 當然只是有限可以幫到大家 日後可能3000元一個人 可能人頭多了 反而整件事就會跟大灣區有關 我想賺錢的當然是在香港努力賺錢啦 我絕對贊成在香港賺錢的 但是退休或是看醫生去到老了退休 的確我有很多朋友 至少有兩成 我當不多 在國內可以用到這些服務 我覺得都是幫不了的 那先給大家支持